左右做 metres 為什麼一個國家要有憲法呢? 其實這個國家的憲法就是用來 規定國家的政治體制 以及國家的公民權利和義務 憲法一般都會按照實際的環境 国家的发展会有所改变 我们国家是单一制 单一制就是所有的权力 都集中在中央 香港特别行政区 我们的授权就是透过基本法 基本法里面有的权力 我们香港可以行使 但是基本法里面没有的权力 香港是不可以做的 这本基本法 第五章和第六章 都是说我们的整个经济制度 我们的教育科研 全部都有很大的自主权 中央授权给香港特别行政区 就是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 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是与内地不同的 这个就叫做一国两制 但是中央经常说 他对香港拥有全面的管治权 这两个有没有矛盾呢 1997年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 恢复行使就是以前我不做的 一直都是我的 我现在恢复行使 我们就说主权回归 原来跟他们是有些差别的 这也是我们大部分香港人 是不会知道的 现在我们又要去学校 那里讲国情教育 又要介绍国家的运方 又要讲基本法 又要讲国安法 那这些词句就要讲得好一些了 多谢大家 那么有心机听我说 多谢 走吧 谢谢大家 aplaudoin 谢谢大家 谢谢 onto our 打 这 放